陈思成被保出轨之后,同利亚店开始更加的注重自己的事业,哪怕是工作的时候,随时要带着儿子躲躲,她也特别的拼命,所以同利亚现在的人气也越来越高。 同利亚还受邀参加了米兰时装周,为某知名时尚品牌站台,出席完活动之后,同利亚便前往澳洲继续拍摄新戏,在国庆期间,同利亚还被网友偶遇到了跟董璇一起逛超市,两人还大方形切地与网友合影。 同利亚跟董璇真的长得特别相似,两个人的友谊,一直保持得很没错,同利亚大儿子跟董璇的女儿还定下了娃娃钱。 高云翔被曝出性情之后,同利亚也并没有可以跟董璇疏远,小弟在背后还帮得董璇不少忙,这才是真姐妹吧。 在网友镜头下的同利亚看起来皮肤有些黄黑,应该是没有化妆的缘故,但脸确实很小,侧脸的弧度看起来很完美。 鸭鸭真是天上绿枝的漂亮,可惜陈思成却不知道珍惜。 虽然她被曝出轨后,两人没有离婚,但在那之后,同利亚中断,那给她每年的生日祝福。 可见心中多少还是有些下戏。 这些年在很多粉丝的心目中,同利亚都是被男人辜负的可怜嫌妻,可能是因为两个人同框秀恩爱的时间大量减少, 于是,偶尔还会有他们离婚的消息传出,但总是会不攻自破。 国庆期间陈思成就被网友偶遇到澳洲去探班同利亚,两人还合个影,而且还是陈思成的爸爸拍摄的。 可见陈思成一家对同利亚还是真重视的,连公公都亲自来看媳妇和孙子了。 但就在陈思成澳洲探班同利亚不久后,10月10日仍有知情人发文着,同利亚这段时间没啥消息,应该是忙着办离婚的事。 敬请期待,由于这位知情人并没有刷出任何同利亚离婚的实锤,所以真相很难分辨。 10月11日深夜,有网友在豆瓣发写爆料,去年3月同利亚,在欧洲跟某手表合作商置办时,敬就敬得整个人都要贴上去了。 她还指出娱乐圈都是人设,陈思成家确实没得起,但同利亚本人也没有那么洁身自好啊。 不过那时正在传离婚,或许能说,她是为了糊口,想要靠自己独立赚钱。 该网友后来还在帖子下补充了同利亚敬酒的细节,看起来似乎当时这位网友就在现场。 她写道,敬酒不等于不洁身自好,但是胸部都贴人脸上了这也是正常的吗? 那种那种感的发毛,的劝人在喝一杯吗?的语气至今难忘。 以至于当时就让她就觉得,你手里不是拿到代言了,为什么还要这么拼? 为了证实自己所言非虚,该网友还上传了一张在今年3月同利亚参加活动,时于某位男士拍摄的合照。 合照中同利亚将自己的手靠在该男士的肩膀上,看起来的确很亲密。 该网友还在文末透露更多细节没法说,害怕被人受。 看来这位网友很可能是圈内的工作人员了,很多网友看到她的爆料也纷纷表示,相信她所说的。 她随后还在评论区补充,趁自己不会无缘无故的黑同利亚。 合影只是为了证明,一下是在参加活动的时间段拍的,她又再次补充了同利亚敬酒的细节,趁她并不是被灌酒。 而是主动咬酒多次,之后她还与帮友讨论同利亚逐渐的绝世好老婆人设,趁同利亚没大家说的那么惨,她人挺好的。 对工作人员什么的也挺客气,其实在娱乐圈打拼的女明星很少有不喝酒,毕竟应酬需要,同利亚虽然已经结婚生子。 但是,面对饭局上的这些应酬,主动要求也是情理之中,女明星真的是很不容易了。 但愿这个事情的曝光,不会对同利亚产生太多的不良影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